我愿意你们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愿意大家都可以学习 本地一个家庭因为务实读蘑菇而集体入院的过程 被家中的妈妈放上网以示警惕 根据侍主的叙述 她的丈夫因为看到屋旁有好多新鲜的蘑菇 以为是鲜嫩可口的鸡肉菇 便摘下来给妻子烹煮 由于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吃蘑菇了 妻子也就高高兴兴地拍下烹调的过程 准备上传到TikTok 她形容撕开军伞的时候 感觉就像包子一样柔软 伞下还有一个白色的圆环 赶着颜色泛青 有散落一点白泻 但完全没有虫子 而在她翻炒的过程中 蘑菇竟然渗出淡绿色的汤汁 不过尝一口 哎 味道挺棒 于是就把蘑菇端上桌 当成午餐吃了 结果一名孩子呕吐不止 全家感到身体不适 上网查询后才发现物食毒蘑菇 于是一家人只能虚弱无力地 等待救护车饮酒 我们在分辨有毒蘑菇的时候 总是以为越漂亮的越毒 有粘液或淋屑才有毒 没有虫的才有毒 但是其实这些标准都不是绝对的 总之 路边的野菇别乱采 要吃无毒的蘑菇 最好还是去可信赖的超市或巴厦购买 超市场里面的小小味道 请也订阅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